- 今天的Project Terra的演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张彦勇,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神明学博士,其实在两个礼拜就是博士了嘛,所以就是神明学博士为我们带来,很快很快,你Defense完就是博士了,好,就是跟我们讲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Project Terra第一次请到讲者,他现在目前在国外做研究,可是他是讲一个就是说跟台湾的, 算是Propulsion的领导学校嘛,技术领导学校,成功大学的这个合作,那讲题是Introduction to Electric Propulsion and Ongoing Project at成功大学,NCKU,OK,好,那在开始之前呢,让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讲者,我们今天的讲者就是毕业于他的母校,陈大唐太的硕士,然后目前是CU Boulder,科罗拉多大学博德分校博士候选人,我从来没这样念过,OK,好,那他的研究就是, 它的主要的研究领域呢,就是Bohmian Mechanics,Methane Hydrate,还有Plasma Assist Combustion,Electric Propulsion,Space Weather,OK,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就交给你咯,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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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把麦克风打开,这样我们的讲者才听到我们的掌声,好,那就交给你咯,OK,好,那就交给你咯,OK,好, 好,那大家好,我是明雪,那我们今天,虽然题目主要讲的是Electric Propulsion,就是所谓的电力或电能推进,那我还是会带一些关于太空探索的东西,因为毕竟都是,那那些是我们所主要的目的,好,那 那,再来一次,我做什么呢,好,之前有看过的,可能知道我现在主要做的是宇宙尘埃,那我们就会去了解说,我们发射探测船上去,去了解整个宇宙中的行星科学跟太阳物理,那在那之前,我做的是比较近地的,也就是所谓的地球附近的电离层的太空天气部分,那在更之前,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就是 就是关于我们的那个电能推进的部分,OK,那以前做波姆力学就跳过了,那不免俗,我们必须要帮陈大来介绍一下我们航太系几个实验室有在做的东西,我们因为我们做燃烧推进,我们一定会做,我们有打火箭嘛,赵以清老师有打火箭,那么我们就有做相关火焰燃烧的部分啊,那我们类似的燃烧特性也都要做研究,那有观测,不是有观测, 有实验,那我们就会去做类似相关的模拟,包含是燃烧,如果今天是化学火箭是燃烧,如果今天是电浆,也就是电浆推进器的话,我们会做电磁场跟电浆的模拟,那在右边这一块就是我们所目前有做过的部分,那中间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电能推进Electric Proportion的部分,那当我们有了这整个所有的推进的系统之后呢,那我们就会开始去研究一些相关的提债, 例如说我们所飞行的环境,可能是中高层大气啊,可能是太空环境啊,那轨道任务规划是因为我们有了推进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推进的特性,例如说推力,或者是一些比充值,这后面我们会介绍这两个名词是什么,那它就会关系到我们轨道任务的规划,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抵达我们所需要去的, 例如说月球或者是火星之类的,那因为电浆推进,它中间出现了电浆,所以它有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说做太空科学仪器的时候,很多我们太空科学仪器想要量的也是电浆,那它们中间会不会有一些交互影响,这也是我们想认识知道的,那剩下就是一些通讯相关也是会多少有牵扯到, 对,那你会发现说,我知道今天参加的人有那个陈大电浆所的,那么对,就是电浆所,我们有陈大航太所跟电浆所都有在合作这一部分,好,所以一开始我喜欢先来放个电影,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是星际过客,对,passenger,注意看,它尾部这边是不是一个蓝色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在它电影里面叫做Iron Drive, 那也是一个Electric Proportion的东西,它叫它Starship Avalon,它拿Avalon这个 你会发现说前面这个东西,我先把它暂停好了,它遇到的是什么,它遇到就是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说之前参加的演讲,就是我做现在太空尘埃或者是流星的, 流星体的部分,那这一块呢,通常它在电影里面当然叫它Hishio,但是在太空中,例如说我们地球,我们本身自己有我们自己的磁程,所以这有一个Bullshock,然后后面这一个部分就是它刚刚的Iron Drive,好,再继续看看 它现在遇到了流星体,它需要想办法,但它也不太能改变太多的轨道的原因,是因为它尾部的推进器因为是电浆推进,它其实它虽然它的能源效率利用非常的高,可是它相比化学推进来说,它的推力,瞬间的推力比较没有那么大, 而且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它本身是一个很大型的太空船,所以在电影里面它当然也就只能直直的往前冲,遇到流星体,那后面的就是电影的部分。 所以,下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主要在太空做探索的时候,会跟推进有相关,有一部分是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想要去的地方,那我们地球本身在这里,那你如果是想要在地球附近的话,例如说地球跟月球之间,那大部分其实我们都会使用的是化学推进,而除了月球或地月这个系统之外的话, 最近就会开始有一些,例如说日本它有准鸟一号,准鸟二号,或其他的,美国以前有那个 曙光号DUN的SpaceCraft,他们去验证说到底Electric Proportion可不可行,那在美国的话,目前顺便跟大家说就是 正在,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计划,有可能是下一个旗舰计划,是我们叫做Interstellar Probe,我们希望在地球这边打一个探测器 直上到四五百AU,想要去了解这个Bullshock,所以这个Bullshock冲击一波就有点像是你在水游中丢一个石头下去,那一个破洞就是冲击一波,或者是刚刚在前面的电影看到的,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必须要讨论说,飞这么远的话,请问我们是现在的运载能力,足够把我们直接打过去,可能要花十二十年时间吗? 还是我们想要用更省燃料的方式,但也许时间会稍晚一点的电力推进呢?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任务规划的时候先计算好,那反过来,如果今天是做工程的同学,那你做完了东西是做出来了, 可是你必须要计算之后去提供给任务规划或科学方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个能力能提供你做什么样的任务,这是一个相反的思考方式。 对,所以刚刚那个相反的方式就是,科学定义告诉你说我需要什么样的能量,它是Scientific Driven,或者是Capability Driven,就是我告诉你我现在有什么东西,那我就能提供你看看你能做什么任务。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盘点我们手上有什么,我们有化学推进,我们有电能推进,那在一个太空任务当中,我要选哪一个呢? 当然有一部分关系到你的轨道怎么规划,那像左下角这个部分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大致上教科书都是这么定义,那你可以大概想象说在Nano Satellite这边,这就是一般我们现在很流行在讨论的立方卫星。 我们如果以立方卫星来举例,Structure这一个部分这边就是所有的卫星系统里面有哪些子系统,你就可以开始考虑说,在我们的构造里面,我们假设是一个立方卫星3U好了,3U的意思是指说,它就是一个U叫做10乘10乘10公分的立方块。 3U就是10乘10乘30的立方块。那这时候就要考虑说,这个时候如果我装电能推进,好,它也许比较省燃料,但它是不是会占很大的空间去排挤到我们做科学的部分。 所以Structure的部分,而且化学推进有时候,它可能小火箭或者是冷气体,它其实不需要占那么大的空间。 那再来Space Instrument,那这就是刚刚所提到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卫星,我们知道在太空中因为有太阳风跟背景的一些例子,它是电浆态的状态。 它会持续对你的Space Script做Charging,就是给它不断的充电,也就是,例如说你有光子打进来,产生光电效应,踢出电子,你的太空船就会倾向震电。 有电子打进来,太空船会倾向负电。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做科学的时候很想要量的太空的电浆的密度,或之类的参数。 那这时候如果你在附近放了电浆引擎,它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它事实上是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量测的。 而不只电浆引擎会有这种问题。在化学的时候,我们最近做任务的时候有时候也遇到说,如果推进器,因为它后面这些丢出来可能有水啊,有一些是Hydrozyme,是一些很脏的东西啊,可能有甲烷啊。 那有时候会甚至去污染到我们的镜头,或者是其他一些的部分。好,那为什么proportion跟attitude control就是我们的姿态控制跟推进是分开来的呢? 因为姿态控制,虽然它能稍微调整轨道,可是它有时候在某一些急需要,你比如说你从圆形轨道变成转换的椭圆轨道的时候,这必须使用我们的推进系统去做一个瞬间的笔充在这里,去把它调整。 那再来electrical power,就变成你要思考说,对我们的电缰引擎可以做出来,可是它有一个电这个字,它不单纯只有燃烧了,燃烧也许你可能要担心的是,是会没有做好什么压力爆炸什么烧起来。 那电缰呢,你要需要很多的瓦,那例如说可能是百瓦,千瓦,那这时候你要回过去思考说,我如果想要采用电缰引擎,那么我的太阳能板所收集到的电力足够吗? 这些通通都是需要考虑到的,那剩下后面的话,像通讯或者是之类是暂时不太会影响到的。 OK,同时你如果要做这些推进在太空中的话,不免数,因为我们都是在整个太阳系当中,除非出去。 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太阳的高能粒子,所以通通这些太阳的高能粒子,或者是今天你遇到说如果有磁暴,或者是太空有那个日冕物质抛射,瞬间有冲击波往你的太空船打过来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去考虑到说你的推进要怎么样去校正你的轨道之类的。那这些通通都是在任务规划计算之内。那如果是在禁地系统的话,甚至可能需要考虑到一些磁场的因素。毕竟,我们 有电磁场在我们的电浆引擎当中,它是不是会影响到,或甚至有另外一种做法是有些人思考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些磁场,那去平行它的时候,或者是垂直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推进达到我们想要去的地方。那当然中间还会有一些犯外轮辐射带辐射的问题也需要考虑。所以总之来说就是当你进到电浆推进出现电浆,出现电磁场的时候,所有在太空环境内背景的电浆跟 电磁场通通都要考虑在内了。好,那这张图我知道密密码码,那我们现在就是目前处在这个我们知道SpaceX能回收的部分嘛。那当然未来就是,对,这个很大的兴建。那我们都知道在科幻电影当中,Impulse Drive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Electric Propulsion 的电能推进。那至于未来会不会有超光速,那就是以后的事了。那目前我们在2020年这个年代这个部分,现在我们在2020年这个年代这个部分, 现在的话以美国的部分来说,因为这是NASA的报告,这张图告诉大家说,他们目前或者是新闻上可能听到就是在想要做重返月球计划。所以它的化学火箭基本上都是在做那一款。那电推的部分呢,目前有些是做Solar Sale,就是太阳帆。 那大部分现在主要美国主流都在做霍尔推进器,或者是离子推进器的部分。那至于有些人可能会讨论到一些那个可变比冲火箭的话,那个是我们晚一点会提到,那个目前还在所谓的机密研究当中。好,那我们首先回来了,我们从太空科学或目的背景回来,我们讲到我们的推进,那我们要先问什么是推进。那推进有两种科学,不是,不是, 科学,化学或者是电力推进,主要他们提供的最大的优点是在化学主要提供它有个很强大的推力。那Electric Propulsion 的电能推进它主要提供的是,可以持续的利用,而且可以利用很久的燃料效率。所以简单来一言必知,就是我们的化学推进主要离开地球表面。那出去之后呢,就看你想要选哪一种。因为在太空中几乎真空没有阻力了,就是看你 你想要选哪一个。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先拿飞机来讲呢?因为飞机这个Jet Propulsion 这是一般的战斗机,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气体进来,我们去做压缩燃烧之后推出。那所以它的公式一般我们就在讲冲量等于动量变化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得到一个速度差,然后我们去给它一个压差之后,推出之后就产生了我们的推力。那这是冷气体。我所谓的冷气体, 冷气体是指说不是像电浆那样子的电浆态,冷气体这样。那到了电浆的时候,它其实也是经过类似的过程,只是这一切的产生电浆的方式,以及电浆加速的方式,是改换成使用电磁场。那在大气当中,我们做的这些就是所谓的压力场。OK。那化学推进呢?我们拿化学推进跟电能推进也能相比较,因为他们的理论也是类似的。那化学推进呢? 化学推进它主要就是两种,或者是我们一般家里锅炉在燃烧的时候是两种,燃料、氧化剂。燃料是天然气、氧化剂、空气,然后点火,那瓦斯就能烧了。那这中间可能就会有,有没有先混好啦,或者是分开最后在这里直接燃烧的,就是单机、多机推进或者是混合火箭。 这就是目前主流台湾学界,比如说成大或者是交通大学都有在做的部分。那Solid Booster这个就是全部纯的,就是固态燃料的燃烧,类似于我们的主要军方的飞弹。 所以一样,在火箭推进,就是刚刚所谓的化学燃料推进当中,它一样是燃烧,然后你有质量流率的变化,你有压力长的变化,最后推出,然后产生推力。 就是我们所想要的,在太空中的推进的部分。那至于当然这边我就略过,就是我们就不讨论,因为今天我们想要讲的是Electric Proportion。 好,那这个时候呢,在Electric Proportion当中探讨的,他们主要会想要用到的是比冲值,就是所谓燃料使用效率,跟我们的马赫数。 注意这是在大气中,在大气中它想要达到很快的速度,Scream Jet,这就是所谓的那种洲际弹道飞弹。 我们一般客机呢,对我们想要飞很远,但是我们不需要速度那么快,可是我们想要省石油,所以都叫Turbo Fan,这就是在用途上去选择说想要需要搭配的哪一种引擎。 那如果同理换到我们的电浆推进上呢,这个就是Electric Proportion,不过注意哦,这个时候它的Specific Impulse在下方,那我们先讨论公式。 就是,一样,我们的推力,因为我们主要在太空中,就是要反作用力定律嘛,你推力推出之后,把你的东西往前推,达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想要有速度差,那一样就可以产生出推力。那么什么是比冲值? 在公式上,他说你给了多少力等于比冲值去乘以它的质量流率,也就是说你要达到相同的推力。 所以你的比冲值如果越高,你所消耗的燃料就相对比较少,比冲值越低,你消耗的燃料就越高。那燃料这个部分在太空中,你不可能补充没有加油站现在。 那因此,所以谁能使用燃料最多,你的卫星能飞越多年越久,那它就是最好的。 因此,所以我们在这边来看,例如说Cold Gas,就是单纯你像,像那个喷气那样子,那种校正或者是推进的话,它的推力大概是在这一块部分。 那会发现普遍一般的推进,这个是化学或者是冷气体推进,它的推力一定都大于电浆推进,可是电浆推进的燃料使用效率,却远远大于我们一般的冷气体或者是燃烧的部分。 所以一般我们会说,电浆推进适用于生态空探索,就是这部分的原因。 那至于后面就是这些是其他电浆推进的类别,例如说这是霍尔推进器,这是粒子推进器,或者是我们有现在时下很流行在Cubeset上面使用的那个脉冲电浆推进器,就是Post Plasma Thruster之类的。 那这些就是我们在电推中的推力跟燃料使用效率的这张比较图。 好,那回来咯,因为我需要介绍一下,就是告诉大家说,毕竟电浆推进背景就是电浆,那电浆是什么? 这张图虽然是日文,但是就是电浆是一般我们都说固体、液体、气体、电离气体,就是第四态。 它里面包含的电子跟离子,那当然你只要有高能量的地方,闪电啦,或是电浆球啦,或者是太阳本身和融合也是电浆啦,全部通通都是。 或者这一块可以拿来做推进,就是例如说这个是Helion,那个氦气,这个是Argon,是氧气,之类的。 这个好像是Nian,奶气,对。所以,然后当然也有些人在大气中可以做,例如说像Arc,那个交通大学, 吴中心老师他们有在那边做一些那个大气的电浆可以,也许可以拿来用作医学上的一些修复的东西。 所以电浆是一个能量比较高的东西,那它里面包含电子跟离子。 而它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定义上的话,电浆在一定距离几个deby长度之外,我们就把它视为是一个电中性。 可是在它之中呢,它是包含电子跟离子,它含的能量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在右边这边的话,就是能量的比较。所以一般会说我们的那个密度,或者是能量比较高的荷荣和啦,或者是太阳风啦,这些通通都包含在内。 那里面有一些在定义的时候,我们会做类似的东西,例如说火焰燃烧,这有点化学了,可它同时也会产生电浆,那我们就会拿它去比较我们化学推进,或者是电浆推进的效率功率的差别。 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它的应用的部分。好,那电浆主要在电磁场中会做什么事?我们刚讲电场磁场,所以电场跟磁场,依照公式讲完之后呢,告诉大家说电场它就是负责加速的,磁场呢,它就是负责转圈圈的,就是你会旋转,会跟着磁场在上面旋转。那加速跟转圈圈,请问有任何好处吗?有。 加速的话,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说冲量等于动量变化量,所以你加速的时候,你本身的推进器就被加速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旋转?这个旋转它就容易让带电的电子,或者是粒子,它去碰撞其他的燃料,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中性气体,产生更多的电浆。 所以在电浆推进当中呢,我们使用这一个去做加速,或者是E cross B去做加速,而磁场常常使用来增加你的电浆的密度,因为毕竟你产生电浆之后,才能作为电浆引擎的燃料。 所以这个是负责帮我们增加电浆密度的。好,那这张是12年前的图,但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一直都没有更好更新的图,也许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多了。 但是想象12年前所有做使用电浆推进的立方卫星就这么多颗了,现在是更多颗,所以一直没有人出新的图塞不下了。 那我们的电浆推进有哪几类呢?我们分为电热式,橘色的,蓝色,静电式,绿色这个是电磁式。 那所谓的电热式就是很大部分就是主要是用电,然后发热,然后热的那个部分去加热你的冷气体,然后推出,这就是电热式。 静电式的话,我们主要使用磁场,有时候Hall Effect Thruster并不放在这儿,Hall Effect Thruster有时候放在电磁式,但是看大家的定义。 那除此之外,其他大部分这些都是静电加速。 而到了Electromagnetic的时候,电磁式的时候,它是J cross B,架速推出的部分。 好,那为什么我下面放这张呢?我们主要是告诉大家说,我们整个电浆推进,前面我们都是要先从,因为我们带的染料都不是电浆,我们带上去的都还是冷气体。 例如说雅气,或者是仙气,Xenon是主要在使用电推的时候会带到的染料。 但它都是中性气体的形式储存。我们需要先把它电离,游离化之后产生电浆。 所以这边通常前面会有一个电浆产生区。 然后接着它送进去,进入加速区。它可能会使用一些,就是类似于高能物理他们做的那些加速的部分。 那后面就是推出产生电推,就是推力的部分。 那回过来,其实也很类似就是一样的,我们把气体吸进来,然后我们加燃烧,然后加速推出跟飞机那些同理推进都是类似的概念。 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介绍说有一些细项咯。那例如说电热式这个,其实一开始想到的人蛮有趣的。 电热式这个叫resistorjet,因为有这个resist就是电阻火箭,它很有趣。 那就是你把冷气体放进去,然后你在这边加热。 然后呢,它就直接放个nuzzle喷嘴,就推出。 这概念就像是你拿着家里的电热扇,把它外面装一个喷嘴。 然后微微的感受那个热辐射压或者是那个气压,就推出去就推力了。 然后可想而知,因为它要拿电能转换成热能再去加热冷气体,它非常的耗电。 所以提出来之后,现在没有人在做这种东西了。 那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是upjet,就是所谓的电弧火箭。 那注意它消耗的功率也是蛮大的。 可是很重要的是,有时候我们在禁地轨道,所谓的禁地轨道大概是500到1000左右, 只有这种地方或者是低一点,300到1000这种禁地轨道的部分, 有时候有一些卫星,它也使用这种upjet。 upjet的那种概念是,你把气体通进来,这边有产生火花。 你在这边直接用电弧放电,类似于机车那个火星三辆, 啪啪啪点火的概念。 在瞬间点火输入能量的过程当中,加热并电离里面的气体, 产生电强之后加速推出。 它稍微效率低一点,可是换言之它比较类似于化学的火箭, 就是它瞬间加热,瞬间推出。 所以有时候禁地轨道之前会长期使用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只要放一个电极,然后只要给它瞬间的能量加速推出即可。 它的推力稍微大一点点,即便它的效率不是很大。 但同理它有一个缺点,因为它是一个电极进去不断的放电电弧。 它会在它的电弧的尖端容易产生erosion,就是所谓的溶石的现象, 就是开始生锈,或者是开始有一些凹动。 所以它最后它的电极,当它破坏到一定部分的时候, 它的效率就越来越差,就不能使用。 那主流,一般美国长期在做的是Ion Thruster, 就是我们所谓的离子引擎。 那离子引擎的部分呢, 常常大家会看到就是有一这个很神奇的电瓦。 那它们就是在前端这边, 你看到它这边有一个Hawk Electro, 就是只要你能放电子, 电子去碰撞中性气体, 产生电僵之后,有了正离子跟负电子。 那当然负电子,它们是希望在里面继续碰撞其他人, 提供能量给其他的中性气体。 产生更多的电僵之后, 再被加速的向后推出。 那加速向后推出的这部分, 它们会使用不同的电网。 那不同的电网会有不同的电位, 那个电位差,提供的能量, 就是让它加速的概念。 那加速的概念, 当然你不希望说你的上面, 因为它也带电啊, 不希望你的离子撞上去。 所以我们会使用一些模拟软体去计算, 让你的离子恰好从洞的中间甩出去飞出去, 利用那个电场电位的差异, 然后从旁甩出去加速你的离子。 类似的概念就例如说, 可能像是换成重力场, 但是我们的探测器, Flyby飞过去的时候, 经由重力助推加速, 那这个是经由电力助推帮它加速。 这是那个离子引擎它主要的做法。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影片的话, 还会告诉大家说, 后面都有一个网子啦, 主要一定会有一个放电枪, 然后他们会在里面有时候会放一些磁铁, 这个磁铁不代表是电磁式, 它只是想要协助帮忙更多电浆产生。 我们等一下来讲一下那个neutralizer是什么。 所以当今天你有一个中性粒子进来, 它可能是雅气或者是仙气, 它可能遇到了电子, 那电子在里面跟它碰撞之后, 产生电浆, 撞出来, 撞出更多的电子跟离子。 那电子在枪内继续碰撞, 产生更多的电浆。 那个neutralizer。 嘿! 那个动动动的声音是你的底片的声音吗? 哦对, 我把它关掉了, 反正那个, OK, 抱歉。 这样会听不到我讲话。 不会, 现在这样很好, OK, OK, 好。 sorry。 OK, 那我继续用这张图, 不用放了。 它就是电子在里面碰撞之后, 产生电浆之后, 加速推出。 那有时候我们会在, 不是有时候, 我们都会在这里放电子枪。 因为我们为了加速的时候, 我们的离子是正, 而我们要如何帮正的加速, 是我们要加更大的负电网。 所以我们电网在最后一层的时候, 通常都是负1000V。 那当它被甩出去加速的时候, 它很有可能有两种事情, 甩出去之后就出去了, 或者是甩出去之后, 又被吸回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为了防止甩出去之后, 又被吸回来, 撞回来的部分, 我们会在这里放电子枪, 就是我们叫它综合器, neutralizer, 然后让它顺着这两个, 就顺着往后产生推力之后, 最后它们综合在宇宙中。 所以这部分就是离子推进其他主要的原理。 好,下一页。 那这个霍尔推进器, 这个要很重要咯, 霍尔推进器现在是世界上主流流行的, 很多学界跟产业界都在研究的部分, 因为它实在是太有趣了。 那霍尔推, 因为刚刚的那个离子推进器它只有电场, 霍尔推进器它加入了磁场, 而且它磁场有分内磁场跟外磁场, 那磁场都是由外指向内, 而且磁场通常使用的是定磁铁。 好, 那我们会在前面它会放一些阳极啦, 或者是它就放入气体产生电僵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不单纯只有1了, 我们有了电场跟磁场, 我们要E cross B, 那E cross B如果你稍微比一下, 会发现在上, 这是一个同轴, 这是一个环, 圆形的, 在上面这个部分是出紫面, 在下面这个部分是入紫面, 所以它其实它的垫将是这样子上下, 在里面这样子一直绕的, 那一直绕绕绕, 就像在甩, 甩碰碰车, 不是甩碰碰车, 甩, 就是, 例如说你就小时候在玩那个拉单杠的时候, 抓着那根柱子, 把自己甩来甩去, 之后越甩越快, 越甩越快最后呢, 它就甩出去了, 有点像那种电池加农炮这样子, 就甩出去了, 那甩出去之后, 一样又在遇到我们的综合器, 最后产生整个电僵素向后打出去, 我把音量调效好了,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说, 哎, 这样, 不要听声音, 它如果一个打开了之后呢, 它整个的看起来会这么大, 那你会稍微看到说, 这边里面有一个内环, 跟一个外环, 那其实就是这个内环跟外环的部分, 外面这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东西的综合器, 然后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电僵素, 那甚至的话, 关小长这样子, 我关大的时候, 它的效率, 不是效率, 它的电僵密度集中率很高, 那还有一部分, 当然学姐喜欢做它, 原因是它同时有电磁场, 电磁场又高温在这边一直旋转, 旋转有可能, 它的Dryrow motion没有做好的话, 它可能会碰壁面, 那壁面也会有一些问流效应,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所以这些都很适合做电磁场模拟, 跟做那个研究, 所以很多的学术界跟产业界, 通通都在做这一块, 那相比之下呢, 霍尔推进器它的瓦数, 虽然稍微比离子推进器高一点点, 可是它的推力跟它的比充值, 两个权衡起来呢, 它比较高的推力, 虽然比充值稍微低一些, 可是它能提供比较优异的效率, 所以目前主流是, 倾向把离子推进器逐渐转向, 或有推进器的部分, 那小卫星呢, 小卫星喜欢做的就是拿这种Post-Plasma Fluster, 就是所谓的脉冲电浆推进器, 脉冲推进器, 就是有两个阴极跟阳极, 然后我们在里面会放一些Propelant, 那有可能是固态的, 现在有在做有一些部分是液态的之类的, 那主流我们还是使用固态, 可能是铁弗笼或其他的部分, 那一样我们在里面点火, 然后产生了电厂之后, 电厂自带磁场, 然后一样E cross B出去, 那类似的部分我把声音关掉, 它大概会是, 可能需要一点啪啪啪的声音, 大概像这样子一闪一闪一闪的, 因为它是属于每点火一下马上推出, 点火一下推出, 它是所谓的脉冲就啪啪, 不断的向后的一个推力, 所以这部分是Pose Plasma Thruster, 那因为它只要Pose, 然后加上这个Pose, 它所谓的Pose, 你在能量上的Delta T乘上去之后, 它所需要消耗的能量总体, 瓦数不需要那么高, 所以它大部分使用在微卫星的部分, 或甚至立方卫星像成大, 目前也有正在做这一步。 那更后面的话, 这一类从这一张以后, 目前大致上都没有实际应用在太空当中, 都还是在实验室运作, 然后很大部分就是在做大型的加速器, 对, 那例如说像这个Magnetal Plasma Dynamics Engine, 它就是希望在里面产生一个磁场环, 然后利用前后的这个产生的电流, 然后J cross B之后, 向后推出一个电子数, 那我们就不详细讲这一块, 因为这些都还在研究当中, 或者是Helicon Thruster, 德国有在做这一个部分, 那一样是类似的磁铁, 然后加速推出, 通通这一类就是电厂跟磁场, 想办法增加你的电浆的密度, 有更多的燃料, 所谓的电浆就是燃料嘛, 你的更多的燃料之后, 加速向后推出, 就能成功了。 那Field Emission Electric Proportion, 这个因为它很小, 所以目前有一部分人把它使用在微卫星或立方卫星之上, 它主要就是在里面, 为什么要做一个尖的呢? 因为尖的它容易在上方, 加给电压的时候容易尖端放电, 那尖端放电同时加热, 这个油铃电铃上面的, 它把这一个固体的这个尖端的这个东西, 当做是燃料, 然后最后烧光烧平之后呢, 它就没有了, 所以它使用在立方卫星主要在那之上, 那一样它只要给高电压, 然后高电压,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电流, 所以它高电压在那里, 它只是瞬间的这样子打出去打出去, 它所需要的能量密度也不需要那么高, 所以适合比较微型的卫星, 那这个呢? 通常我们会把它当做有点科幻, 或者是目前美国他们常常当做是一种机密计划正在研究, 因为它使用的是, 就是一些产生电浆的模式, 然后中间利用了Ion Cyclotron Resonance Heating, 就是加速器的一些方式去做加速之后推出, 那因为这部分通通都需要很高的电能, 就是上千瓦以上, 所以有时候这一类通常都会被归类说, 以后如果有核融合或者是使用核分裂, 对就是fuge, 就是我们现在的是核分裂嘛, 以后是核融合, 就是用那些产生高能量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去做这些的推进, 但因为有一些核能火箭的部分稍微有点危险, 所以目前都是没有飞在太空中的, 好,前面我们讲的通通都是说有哪些类型, 那有哪些类型, 那我们想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不只有美国NASA, 或者是一些大部分的学校在做, ESA之外, 日本有JAXA, 那中国也有人在做, 台湾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做, 那我现在主要以下从这页开始讲的是我们成大做的部分, 那我知道交通大学就是吴中心老师那边,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霍尔推进器, 可是那个好像是他们跟人家借来做量测的部分, 那所以就我所知目前主要应该都是成大在做电推的这部分, 那Arctured呢, 就是前面讲到说一个电弧, 所以我会发现说, 左下角全新的电极长这样, 那在氮气或者是其他惰性气体打完之后, 可能还会是尖的, 在大气当中一打完, 就是我们如果使用空气当染料的话, 打完之后这边就磨平了,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大气有很多的氧气, 氧气你就去氧化你的电极, 最后就烧成这样平平的, 那你越平就越不尖端, 越不尖端就越不能尖端放电, 就越的推进器的效率就越低, 那这就是我们在做的研究, 那我们也曾经做过, 例如说, 那我们有了尖端放电, 那我们想要在中间稳住它的电枪, 所以我们把它使用了微波, 去做共振, 然后去让它在中间产生, 可是一样, 我们依然会遇到电极的问题, 因为电极在太空中不能更换, 除非有人做的像那种机枪模式, 可以再换一个电极再插上去, 除非有人做这样, 否则电极一损毁, 变频了之后, 就是没救了, 它的效率就变低了, 那所以为了不要用到电极, 我呢, 我受认的时候我就做离子推进器, 我就只有电网, 我就只有静电, 我就不想要碰任何的电极, 那可以给大家看说,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会长这样, 前面这个声音是因为它有一些电子, 它电子才碰撞到我们里面的拍摄的镜头的时候, 因为上面有那个视讯镜头, 所以才会有刚刚那个声音, 跳到中段, 这是因为里面有这个巫师点太亮, 它其实你们会看到说这边, 中间这一树是我们的, 蓝蓝的这一树就是我们的离子树, 这是我们做的电极引擎的部分, 或者是下一个离子引擎的话, 我看看这边应该有比较清晰, 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的离子树,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离子引擎的时候, 我们就有做出这个Ionbin, 那可以给大家大概一个比例, 就是这个大概是1.5公分左右, 那我们的推进器的直进外进10公分, 内进8公分,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效率还算OK, 那顺便给大家说, 如果今天你想要做一个推进系统, 其实它所需要的系统蛮多的哦, 你必须要有燃料进来, 去攻击你的燃料系统, 那因为今天你做了电浆推进了, 必须提供一些power, 或者是给攻击给电网, 我们会需要电力系统, 那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产生电浆, 或帮助增加更多电浆的密度, 那时候我使用的是微波, 或者是有些人会在前面使用RF antenna, 或者是你做一些其他的电磁场, 你可能在外面绕线圈之类的, 那其他我们做相关研究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电浆两侧的部分, 那这张我贴给大家, 主要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说, 我们做一个电推,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里面啊, 然后会发现说, 其实电浆推进类似的推进器, 它的体积通通都不会很小, 就是虽然这个是10公分, 但是我为了加线圈, 我在外面实际上也是有十几公分, 那给大家看一下说, 如果在电子显微镜下看, 不是电子显微镜, 放大倍率啊, 这不到电子, 就是大型显微镜, 大倍率的显微镜底下看到的电网, 就会大概是长这种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的电子离子, 就会在我滑鼠这中间, 离子就会从中间被加速推出去, 向后喷出这样, 那我们有的能量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做的那个离子推进器, 我们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我们的推力, 大概会跟, 我通常是拿跟JAXA的这个, 哦, 对, 不对, OK, 如果同样的体积的话, 8公分跟10公分, 我们输JAXA很多, 但是我们会跟, 跟ESA的8公分的话, 我们比他们好, 我们比欧洲稍微好一点, 但是比JAXA差一点点, 那为什么会讲JAXA这个μ10跟μ20呢? μ10跟μ10是先期的第一次做的东西, 后来扩大成μ20, 这两个就是后来应用在日本准鸟号, HAYABUSA1 HAYABUSA2 上面的离子推进器就是使用这一个型号, 那我们会告诉大家说, 我们有的能量, 我们也是差不多的比充值, 唯一的缺点是我那时候不敢使用电磁, 定磁铁, 我的电磁铁在这里面就消耗了1500瓦, 所以这是我们的缺点, 所以我们如果要实际上把它背到太空中, 磁场部分还有一部分需要解决, 但是以总体的推力跟比充值来说, 我们其实是跟人家差不多的, 我们可以做到那一点, 也就是说这个是NASA, ESA, JAXA跟我, 我们成大, 那成大同时也有做, 李悦恒老师的实验室主要也有做Post Prasma Truster, 因为我们主要, 国家太空中心现在主要在推的是微卫星或立方卫星, 因此我们想要做, 例如说脉冲推将, 电磁推进器去供给放在以后可能是6U或9U, 或者是微卫星上, 那你会发现说通常的电磁推进都会在ISP1000以上, 所以这都是符合一般的水准之上, 那我们所使用的推进器的大小也很小, 因为我们为了要塞进去, 立方卫星就是所谓的一颗立方, 就是10乘10乘10公分, 所以一定要塞在那个之内, 所以我们微小化也是蛮成功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拿成大所做的这一个column, 这个去跟美国其他相比的话, 会发现我们的推力, 推力跟我们的比充值都能跟大家一起相比, 所以表示我们的产品有竞争力的, 只是可能也许因为一些政治因素或者是计划的因素, 我们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能提供我们的电磅引擎去让人家去发射, 但是表示说我们在实验室内的那个TRL大概4到6之间的话, 我们换算的这些特性是可以跟国际上必见的。 好,那目前这接近快接近最后面, 就是我们目前还正在做的就是包含, 例如说同样的离子推进器, 但是我们改成使用不同的频率就是radiofrequency去做啦, 或者是我们也正在开始开发我们自己的霍尔推进器, 就是所谓的有内环外环有E cross B电磅场的那一类啦, 我们同时也会想要做一些电磅场去模拟, 去了解说我们如何把我们的推进效率达到极大化, 那我们也会做一些vacuum cathode arc, 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概念, 它是跟脉冲电磅推进器同类似的想法, 可是它是一样, 它使用的是它的电极这边当做顺便当做它的燃料, 也就是脉冲电磅推进它有燃料, 有火星塞去点, 但这个呢它同时拿点的那一个部分, 同时也当做燃料, 然后去做它的推进, 所以这个会省一个步骤, 但同时它也需要去研究关于说电极表面的一些处理的问题。 好,最后这一张是要告诉大家说, 除了这个目前我们没有在研究, 可是在国际上新兴出现了一种就是所谓的Air Breathing, 就是它想要说我如果今天我不带燃料, 怎么办呢? 我是不是可以吸, 当然这个要吸Ambian Air, 这个就出不了大气层, 它要吸我们的高层大气的吸薄气体, 然后快速的吸进来之后, 想要把它游离电磊化之后加速推出,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电浆这一块, 你把吸薄气体吸进来, 那其实跟洲际弹套飞弹那个冲压引擎, 想法是一样的, 只是今天他把它拿来做电浆推进, 然后希望在中低轨道, 极低轨道的时候, 可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去做推进, 那这种的好处是你不需要带燃料, 除了省钱, 你又省重量, 但是他同时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的大气层中很多的氧气, 尤其是高层大气的氧原子比例相对比较高, 他有可能在氧原子进来的时候, 电磊之后, 他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里面, 因为会氧化的这些部分, 但除此之外, 他是目前国际上很有兴趣的部分。 好, 最后这张就是总结我们今天所讲的, 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的电浆推进, 主要因为他的比冲值较高, 推力稍微低的这种特性, 他主要使用在生太空推进, 生太空推进他消耗的能量, 就是电能要使用比较多, 而且重量比较大, 加上他的任务因为比较贵, 所以时常出现的情况并不太多, 大家为了找出入, 因此在立方卫星上, 我们也会开始使用了电浆推进, 所以为了在立方卫星上, 我们会通常要开始把它微小化, 那微小化的过程, 就需要增加你自己实验室能力的TRL, 然后包含去照顾说, 你要如何有些的是使用的是高电压, 甚至千伏, 那千伏这种东西在小卫星上呢, 你要如何去分隔, 他跟你一般Spacecraft本身的供电压, 大概12伏左右, 你要如何把它隔离, 然后不要产生的电弧打坏了你本身太空船内的一些东西, 那加上这些电浆产生之后, 它会跟太空环境中的电浆互相运作影响, 你要同时考虑说, 它会不会影响你所想要做太空科学的目的跟未来规划, 这就是今天的演讲, 好,谢谢大家! 好,那在我们问问题之前, 还是麻烦大家把麦克风打开, 然后我们鼓掌感谢明雪,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怎么好像都很沉默, 诶,我有问问题哦, 诶,好, 大家有没有问题, 现在可以把问题提出来, 有问何问题吗? 呃,好,那大家在想的时候, 我先来问一个问题, 就其实我有问题我已经丢在chat, 那我把它念出来, 就是因为我自己做高能的嘛, 嗯, 呃,我们在要把粒子加速的时候, 会用共振枪, 共振枪为了要有很高的能源效率,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这个共振枪的叫做quality factor很大, 所以它的能源转换效率会很好, 所以我们都会做超导的, 那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做超导, 能不能做超导, 因为太空很冷, 可是你的电浆应该超热了吧, 我不知道。 呃,对,电浆通常都是很高的EV以上, 可是除了之外宇宙背景辐射4K, 所以如果以这个cavity来说的话, 外面你可以,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用到, 因为我们通常加速的时候, 我们希望在电磁场当中, 我们通常向后推出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它去碰撞枪壁, 那如果, 当然碰撞枪壁就会有能量传递, 可是通常我们希望是在中间是电子离子互相跟中性气体的燃料互相碰撞, 产生之后顺着我们的电磁场向后, 因此, 我通常没有听到说, 他们特别去给它做超导类似的cooling, 对, 我在想还有一部分是因为, 这个即便是这样子, 它的电浆密度也没有到你们高能做的那么高, 那么高啦。 哦,我这我不确定, 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做加速器, 我只知道有人这样做, 但我确定这个没有加速器的那个Density高。 OK。 对。 了解。 好, 感谢。 大家有其他问题呢? 可以问个问题吗? 都问啊, 都问。 好, 就是, 你刚刚有说这个电磁场推动, 就是它瞬间的推力, 没有化学那么强。 那我问你是说, 一般来讲, 我的想象中在太空中, 这些satellite啊, 或是这些, 这些, 这些ship, 它, 它需要推进的部分, 除了直线加速之外, 还有很多时候是你需要一些maneuver, 比如说你可能, 可能就像你有说, 从不同轨道变换或什么。 那这个部分是, 电磁推进可以负担的吗?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是不是, 如果要真的能够实际上使用电磁推动, 你就一定要有两种, 就是一个是高推力, 但是低效能, 跟一个是高效能低推力的系统, 同时存在在这个mission上面。 好问题, 对, 抱歉, 我刚刚漏了这部分。 对, 这个是必须要提到的。 没错, 首先先回答你的后半部分, 现在大部分做电磁推进, 在太空中的任务里面, 它们都不只有太空, 都不只有电磁推进, 它们还是有带化学火箭。 因为主要在太空中, 如果你要修正轨道的话, 一般是两种, 一种叫TCM, Trajectory Correction Maneuver, 就是修正轨道部分。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叫做Deep Space Maneuver, 生太空校正轨道。 Deep Space Maneuver, 这种就是通常需要很大的, 瞬间的那个推力, 或者是比冲。 就是瞬间的去把它修正整个轨道, 到对准你想要校正的轨道中。 那那部分基本上电磁推进, 以瞬间的来说的部分的话, 它是达不到的。 那如果是以微小的轨道变动的话, 类似于通常我们在太空任务中, 使用可能是几公尺每秒, 那种瞬间的更动的话, 电磅推进的话, 它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电磅推进有时候, 在我们做任务规划的时候, 它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是, 我们做化学推进的时候, 因为它瞬间推力很高, 它可以瞬间的喷出来, 就是它可以燃烧喷出来。 但是电磅推进, 因为它的作动效率比较慢。 所以它必须说你在任务规划的时候, 如果同样要达成同样的轨道, 最终要达到insert到同一个轨道的话, 电磅推进在很早的过程, 它就要持续的不断的推。 也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瞬间的delta t去变动, 它必须是一个积分。 那个积分的话, 也就是你微小的不断的一直变动, 直到转道到最后, 综合累积起来, 会达到你想要的修正轨道的目的。 这个有时候在任务规划上会发现说, 它有可能误差会很大。 所以变成说, 你必须要很精准的掌握电磅推进引擎它的特性, 跟你要去做它整个。 它可能例如说, 这个如果只推个几秒, 这种就是要推几小时甚至几天, 然后慢慢的去修正道。 那这种情况上, 几个小数点在任务规划, 它可能就会差很大。 所以通常一般现在真实在太空中的时候, 他们如果是做这种为主要的推进的话, 它都会配含冷气体, 或者是稍微我们叫做小火箭, 搭配在那个任务上, 去做真正需要大型轨道转换的时候, 就不是用它了。 就不是用电磅推进。 嗯,OK。 好问题,谢谢。 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麻烦大家再把麦克风打开一次, 大家都很害羞。 但是为了感谢我们讲者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麻烦大家把麦克风打开, 然后我们刚好一个小时了, 那就再鼓掌感谢明雪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谢谢他。